中山大学的桑冰教授 台湾国立静止大学的旁立中教授 跟新加坡海洋时报的首席的派员 请抢身上 感谢观看 主持人 曾教授 各位教授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现在我们就开始进行第二场的讲坛 时间它是逐将的限制 每个人二十分钟 然后剩下的时间 最后我们再来请海峡的各位先生发言 那现在因为时间开始我们定位的就请上宾教授 上宾教授我们知道是广州中山大学 非常有名的教授 我现在上教授二十多年了 那时候送了我一套 来一套文集 后来我带回台湾 恰恰江卫波 江卫波先生找人要找这套书 后来我就转送给江卫波了 这就是我最早的认识上宾教授 那么上教授今年他的论文是 金鲁敏国的山域与兰 不满着 另外一个就是彭立东教授 彭立东教授是台北国的政治大学的教授 原先是担任研究所的所长 他今天的题目是 辛亥革命对台湾民主发生的异议 因为彭教授 他就与温坦教授一样 对这方面都是非常有研究的 花了很多年的时间 那么第三位先生是程翔先生 程翔先生呢 我们在香港人大家都对他很熟 我想大陆的可能对他要知道 那么两个山地对程翔先生 也都非常了解 他是新加坡看下史报的首席和单元 他今天报告的题目是 信派翻译和中国香港关系 那么现在我们所谓的 先请昌宾教授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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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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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非常多 还有很多是未刊的 包括我自己也从很多图书馆收集出版了很多 像广东厂的未刊的日记却有三十多冲 这个我知道 从晚期到民国的时候 在1990年代 那个时候中华书局出版 《近代人物日记》 那个时候 各地报上来的选题就有一千多冲 这一千多冲 现在相当努力 就录入去出版 根据这些 所以我们发现 其实他们每个人在经过这个过程的时候 有的不像我们 觉得那样的天翻地覆 或者晶天动静 可能由他们来说 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但是有的 就是非常地痛苦 但是这种痛苦呢 可能跟我们的感受呢 又并不完全一样 跟一般的大历史的技术 又不完全一样 那么这个我觉得是 进入我们对历史观察 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 看他们自己亲历着 怎么样度过这样一个政权的更新 我想在世界历史上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这么频繁地进行 全国性的 或者是大部分地方的 这个政权的更新 应该说不是 当然从中国来说 可能在这个早期的历史上 像十六五日的时候 那个时候更新比较多 但那个时候跟后来的情况 是很一样的 那个时候可能一个简单的改朝换代 当然有武汉问题 但是后来的二十世纪 这种 除了中间的抗日战争的 淪险与光复以外 其他三十都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 这个革命的名义进行 的这种政权的问题 跟以前的回调 它包括了这个 对所有的制度 所有的这个 方面的这个 包括文化 和思想和社会 各个方面 它有一个全面的一个改变 这种改变 显然不能用一般的感受 来压力 这个论书 那对其中很多人来说 它真的是有一种千万美国的感觉 那我现在呢就是 主要是想利用各个地方 以堪称 为堪称日记 作为基本材料 再配合其他方面的材料 为什么要用日记 因为这个 后面的比如说回忆录也好 包括文集的一些东西 可能未必完全反映 当时的一个日记 有些回忆录 实际上是以日记为笔本 写出来的 比如说这个杨树拿的 即威武的文明 比如说我正常讲的 这个王兮同的一哉之处 但是呢 它在后面改写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它后来的这个痕迹 这个不能作为它当初的判掉 那么这个是我想 使用这个日记 有的时候在福尼 加上书信呢 或者跟其他方面的资料 可以看出很多 跟一般我们历史的观察 跟不同的地方 那么我觉得其中有很多 因为这个只涉及到 这里呢提供的只是 这个第一节 就是辛亥革命爆发以前 更严格的说应该是 保禄运动爆发之前 就是辛亥那一年 所有的人是不是已经感觉到 真正的山羽欲蓝 这个我觉得 还是我今天提到的 那么后面几张的是讲 其外革命各地包括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张是 怎么样进入一个共和人民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改用阴历 改用阳历的文学 我觉得现在还是有很多问题 没有搞清楚 包括这个 我们说这个 改用阴历是19 11年12月31号 南京政府 人事政府才通过 而且通过之后呢 就由上海传达到各省 光河独立的各省 但是在武汉 在湖北 他们在10月30号以前 都接到一个改元的命 而且已经做了准备 这个事情所有地方都查不到菜 但是这个朱智山的日记 这个非常非常清楚 这个应该不会有错误 所以这里头应该 还有很多的 没有研究清楚 这个改元的问题 这个改良力这个问题很大 包括最后 那个老奖到 台湾以后 他就说我们这个经过 必须一直坚持 中华民族的 这个是有政治的问题 所以说改元是一个正硕的问题 这个在过去是很大的 但实际上改阳历这个事 新朝已经做了决定 是执政院 在这个八月的 学会已经做了决定 要改 后来元世凯也要改 但是后来都没有实行 就是后来元世凯是救了 民事大总统的时候才改 所以说在辛亥改元的时候 实际上南方跟北方改的实践是不一样的 南方是1912年的1月1号改 而北方是到了1912年的2月再改 所以这些很多这个历史 反正到现在还有很多 那我们具体观察这些 每一个情况 这一篇呢应该说没有完成 为什么因为大家看最后一部分 这个写四深的这一部分 好像太短 因为好几个人的还有彭佩来得及写 例如说就是一兆堂的日记 胡骏 现在还在这个胡骏 为什么没有 因为后面一天提供给这个武汉 会议的先改内 那一篇 所以先改那一篇 那这一篇呢 就是这样 还有包括我自己编辑的 编辑出版的很多日记 都还没有在这里使用 但是即使如此 我发现 也足够可以看出很多 有历史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 我们当然不能看得出来 1911年一开始 大家就觉得革命要来了 因为很奇怪 1911年 这个辛亥的这一年 北方是很降大 很多人在日记上 就是这个的瑞雪 以为这个新潮的形状还不错 当然也有一些人 是觉得这个雪的 到底能夭示什么 已经很难预料 因为这一年我们也发现 在各个人的日记当中 记载各地的这个 妖异的事情 特别的 像这个艳妇这一年 他在日记当中 大量都记得 那个求生文化 这个事情 那你想 当时啊 这个有感应 这个天人感应的 不是说这个 迷信式的 所谓所谓迷信式的 而且说 他在这个社会 因为江可华大电话的时候 他每个人都觉得这个 感觉 就觉得这个天好像跟着人 这个 比如说在王凯远 王凯远 所以多妖望 那他在这个 远诞的时候 忽然说 那个烈斯啊 既已接任的时候 忽然那个天 巨雷 把那个电线杆都披露了 他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要理 当然其中啊 也有一些 是自己 就是心目里出现的事 然后觉得这个有问题 比如说这个 玉玉鼎 玉玉鼎呢 他常常听到他们家 周围有鬼叫 闹闹 然后他就很奇怪的 过了几天 听了几天 那个鬼叫不断 有一天在白天跑去看 别人那里有一家 炸棉花的鸡 那个炸棉花的鸡 晚上叫的时候 就像鬼的那个 气 献身一样 这种啊 天人感觉 在这个 人的记录当中 这个 实际上 他对社会变动 即将一个大的变化 来临 的一个 气力 或者什么感觉 那有的人 实际上 清朝 没有王的时候 看进去的 这个 王 社会 里面 比如说这个 最有名 就是叶昌次 叶昌次 叶昌次 其实他在这个辛亥这一年的日记 他已经说 他说这个时候啊 已经是这个 这个新国民新少年 如影狂妖 尤备 如成人树 救世所结 近尘图 过 新年后 只可 折居不出 即日 此日悲伤 就是从辛亥元旦 这一天 开始 他觉得这个社会 不舒服 他一定是过去的人 所以说 当这个革命发生的时候 其实后来这个叶昌次 非常重要 当然也有另外一些人 这个是很奇怪 也叫这个 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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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 后来的人都觉得他很守旧 但是他特别喜欢读的是 杨启超的书 喜欢读《名义报》 喜欢读《中方法庭》 这个好像对我们讲的 守旧的人 完全不允论 新一会以后 他参加了非常多的 各种各样的主题 他参加了非常多的 各种各样的主题 那么这一点 但他参加了活动的目的 他不是搞这个民主共和 他其实是搞那个 他希望维持地质 但他并不赞成男性 这是非常复杂 跟我明白理解的 有很大的分量 那么 那么 对于时间关系呢 我想想 很具体的内容呢 我不在这里给你报道 那么总之呢 就是 通过每个人的 这种心路历程的 观察到一些细微的地方 我们看 大历史所描述的 对历史的评价也好 介绍也好 去读也好 跟亲历者的感受 可能是有很大的区别 而这些感受 对于我们认识相关的 这种大历史是 也就是 有很重要的参考的价值 好 谢谢各位 好 谢谢上教授 他这个从 这个 当时新台国民前后的一些 人籍当中 来看个问题 这个是非常深入的一种思考 而且我要 就是要对这个 民国改元 就是 改新智 改新养力 这个问题 我过去小的时候 还骗过一些老一代的人 那时候已经是 到民国已经是 差不多是 民国三十几年 他们还说 你过你的年 我过我的年 这个意思 你政府官员 你们过你们的新年 我们呢 还要过我们原来的你 就你 还有这种 因为 所以说 一个改朝换代 这是一个 政体更替的 比较容易 而新台革命 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变革 全方位的变革 是非常 这个 社会的层次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 所以 商教授这个报告 当然时间关系 他们不能够做更详细的训练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观念上 切入去思考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请彭立东彭教授 来 不好意思 谢谢主持人 胡教授 各位先进 各位在座的朋友 很高兴有个机会 来在这边报告 并且分享我的一点浅见 那我的题目是 辛亥革命对台湾民主思想发展的意义 那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先简单说一下 在探讨辛亥革命 我都晓得它是一个共和的革命 那刚才 上个场次大家在谈革命到底是什么 刚才胡教授也提到 就是一个社会全面体制的一个 锻炼 它要创新 但是创新 好像是可以 某些提出制度来 但是问题是 人民的思想观念还是旧的 它会局怀而为止 不过这个辛亥革命 当时是一种 权力之间的夥挟 所以它不是很彻底的 那同样的在中国大陆发生的 这个未必很成熟的革命 那当时老百姓对共和了解多少 那么台湾当时在日本统治之下 那么他们很关心大陆的变化 那么有个别的精英会跟大陆有影响 有来往 但是他们在日本人的殖民下 又能够争取到什么样的权力呢 那我个人就收集了三个个案 那这三个个案呢 象征的 汉人在日本统治下 最后的一次武力革命 那就是与新方之间 那当然在之前还有 就是孙中山的一个同党 叫做罗福星 那么他企图要发展同盟会的组织 可是世纪不密 被日本的保甲连坐制度 把他给查获 然后甚至他的同党被判死刑 那这可能是一个 还没有看到他有什么 真正奇异的行动 就太子附中 所以有些人就怀疑说 罗福星可能只是 假借孙中山抬高自己的身价 他并没有真的做什么事情 那第三个就是 一般人很疏忽的 叫做台湾的孙中山 台湾的孙中山就是蒋惠水先生 蒋惠水先生也是个巡医 也是医生 他的行事风格 有些地方跟孙中山还蛮雷同的 但他跟孙中山还是有些差异 那我就把这三件事情做一个简单的整理 那在这边请各位注意到就是说 首先要谈共和的概念 在我的文章的第四页第五页 这边有提到 孙中山他当时在追求共和的时候 也跟保皇派在争辩 所以保皇派真的是一种军县共和 然后就是军主立宪 然后孙中山真的应该是共和立宪 或是我们叫民主立宪 可是因为孙中山他的行动是暴力的 因为他起义十几次 然后所以就被我们列为革命派 那好像革命跟立宪是对立 那其实孙中山有解释说 共和就是我们不要让一个家族 永远的士气他的权利 那我就抓住这一点来思考就是 如果我们允许一个家族永远士气权利的话 那么我们能够容许一个团体永远士气权利 当然我们在思考我们现在进入到民主 就如同三个场次李教授所提的 台湾的民主是华人社会最大的民主实验 而且在很多地方走得比较前面一点 可是我们会发现到台湾的民主 是不是很多政治世家 一样是在试习他的自治权利 当然台湾有政党问题 那我一直在思索这问题 权利能不能被监督 然后权利的转移是不是和平 还有权利者之间会不会分张 然后规避权利的监督 我想这还是我们最后民主共和要去追究的 那么在思索三天保皇派的辩论 他有提到说 如果我们可以在制度上转变 那我们就跟随一步到位好了 那这就线到说改革是渐进的 那改革可能会变一道 有人觉得它改太少 有人觉得它改太多 但既得率会损 那革命的话呢 就变成说其实这是个新的东西 所以你要找个旧词汇 就找到上书你的话来诠释那个概念 但实际上它是旧词赋予心意 那最后老百姓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在第五页我下面解释了 很多老百姓认为说 革命后就天下太平了 结果被想到革命后生活很苦 然后有人认为革命后我就可以不付钱了 就像刚才胡教授的文章里提到的 买东西不用付钱了 那我们是红包嘛 那书云丹讲到当时的老百姓 男子十分之六未必有受教育 那女子受教育才不到十分之三 像这种状况怎么去沟通 所以书云丹讲 共和就是国家像个公司 那老百姓就是国家土豆 那那些共和国的官员呢 是我们的伙计 那总统是什么公仆 所以书云丹他自己表达说 你们的公仆是什么 可是我发现到这一百年来 好像很好关于当公仆啊 就是官本位了 所以我们传统里面有很多问题 所以在我个人的自我介绍 我想到我移住中国的国民性 还有呢就是独家思想 因为我相信说 西方的民主不是平宫跑出来的 是在他们的某些文章上反省出来的 那中国要从我们独家坚的反省 他可以跟民主接轨的价值 那么再来就是提到 共和的比喻当然是很简单的 可是对台湾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刚才简单说了 罗福欣的问题 那罗福欣是一个侨胞 是客家人 那么他在参与过辛亥329的 那辛亥有两次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 一个是329 应该说329是孙中山领导的 可是武昌却不是 但是我后来就把他 故意到孙中山那个系统了 因为后来黄欣跟宋教人到武昌汉 去帮忙去处理后面的战后的事情 那我必须说明就是 罗福欣呢他有参加过辛亥的两次革命 后来甚至说奉命委托到台湾发展组织 但他原则是失败的 那么他有没有见到孙中山呢 我们晓得孙中山曾经来过台湾几次 那么他来台湾的时候 譬如说桃园之一失败他逃到台湾 然后日本的总督其实是在监控他 所以他会去吸纳各方的势力 甚至华侨的捐献 但是我想他的革命过程里面 得到日本有人不少的帮助 那么他可不可能会在台湾煽动革命呢 我想还不至于 但是发展组织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再看到西兰事件的于清邦 这就是另外一个例子 那完全代表下层社会的组织 甚至他用到的是软堂 软教 然后迷信 所以像契合台湾的状况 他认为他创了个大明治归国 他认为中国人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所以日本通过台湾已经二十年了 风水流流转 所以他们的国印已经消失 他就利用一些人民的民间信仰力量 来发展会党的组织 不过很遗憾他也是失败的 那么所以很明显的天下出来 于清邦对西派革命好像不了解 虽然他发动起义的时候 在西兰安曾经 对不起在玉井 三个地方 第一个是在台南市的七年路 那叫西兰安园子 那西兰安建也被拆了 改成一个基督教教堂 后来他躲到山区去躲到玉井 原住民的地方叫乔巴年 然后攻打了山区的几个派出所 把他们的警员跟他的眷属都屠伤 因为像最近大家所看到的 台湾流行物件叫赛德和巴兰 讲到他们也是攻打那个警察局 然后派出所 然后把当地的人就不分清宏在外 全部杀掉 可是他代表的是一些压抑跟反抗的关系 所以与新方可以说没有共和的意思 那第三个是我用蒋渭水的1923年的自挺事件 这时候可以看到有关民主的发展 或大陆的共和或大陆的革命 对台湾的影响 然后因为他父亲并不主张他去学习日本的教育 所以甚至他家里还是有基童的这样的宗教的影响 所以他后来去学习日文的时候 他很努力 而且成绩很优秀 他可以念一课 而念一课的时候 他却是跟日本的学生发生冲突 所以他的民主意识很强 那我刚刚讲了 蒋渭水他在个人行事风格跟孙中山有点不一样 就是他可能有经商头脑 然后他会去经营一些事业 所以他的革命费用不像孙中山要去募 他可以自己去赚钱来 然后他还会发扬所谓的演讲宣传的方式 那我会想要演讲宣传的方式 因为在台湾过去戒严38年 在戒严时期 台湾的反对力量 他们在全岛串联 然后诉诸一些演讲活动 其实就跟蒋渭水他们的台湾民众党 或是新文化协会的手法是如出一辙 所以我必须说明就是 这些过去先邪门所做过的事情 后门会去学样 但是他会不会肯定蒋渭水呢 我发现到蒋渭水固然叫做台湾的孙中山 他可以作为一个中国跟台湾的历史连结 可是国民党对蒋渭水之识 尊奉他是民族正气 可是未必去强调蒋渭水的行事风格 因为蒋渭水的行事风格 显然会挑战国民党在过去的 白色恐怖执政时候的那些措施作为 那同样的民进党或党外人士 他们提倡蒋渭水的时候 也是选择性的提倡 因为蒋渭水是很有强热中华意识的 那可是有一些人他们却是否定中华民族 那这些人他们对蒋渭水的提倡也是选择性的提倡 我想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边提到蒋渭水 他其实在日本统治的时候 他提倡的文化活动 结果呢被日本人压制 关了监狱的时候呢 他把大量的读书 然后读了很多社会科学的知识 帮助他封住他未来的宣传活动 然后他们在组织一些集会结社 牵涉到日本在大正时期的民族 有些人会把大正时期民族强调的很厉害 我现在检查其实也不进来 因为大正民族就是等于民国元年到民国十五年 当时只是稍微有点自由的风气 因为那时候地域战结束 然后流行所谓的民族自觉 然后大正时期也就是说 人民可以集会结社稍微自由一点 所以台湾以前被日本统治叫做六三法案 总督他有特权 就像这个小皇帝一样 那么台湾老百姓就利用日本母国的自由气氛 希望在台湾增加点言论自由空间 或是集会结社 那么在他们主张结社的过程里面 日本人呢就不断的领域限制 甚至说要他们改名字 或者说蒋卫水不能参加做发起人 那么这就像我们所做上有针的下的对策 所以我们会看到蒋卫水跟他的团体不断的更名 然后不断的做技术的突破 最后呢组织了政党 比如说这些活动都在1931年开始 全部都销声匿迹 各位晓得1931年就是日本去占领中国的东北 所以日本对外的侵略扩张以后呢 也就限制了他们国内 当然也包括台湾这块殖民地 岛内的政治参与 这是一个全面性的 那我认为说蒋卫水他所做的活动 好像暂时销声力气 可是他所做过的事情影响 必然会被台湾人民计可 而且在争取力过程会拿出来用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提到 蒋卫水跟石松山一样 有种包容的胸襟 他是精英 但他对于工农群众有份关怀 而且他不主张分裂跟斗争 他主张要包容各种派系的力量 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蔡孝乾 他在我的文章第十三页 蔡孝乾他活用中国共产党对付国民党的办法 大量的介绍临时党员 然后在开会的过程里面去夺权 所以后来就台湾民众党分裂 那有工农的那个会设非常的激进 比如莲文青 王敏川这些人 夺取文化协会 那么后来成立了台湾民众党 后那个也代表了像林献堂这些 比较温和的地方私生 那么跟蒋卫水这有合作 可是蒋卫水他的 这个形象于社会阶级意识的平等的时候 又引起林献堂这些人的依据 所以后来他们又去成立 所谓台湾的地方自治促进会 而这个地方自治促进会 他们的诉求是很谦卑的 然后对总部要求说 有缴税的人才有投票权 然后他们要求放宽一些言论自由 那这可以算是一种寡头的民主好了 那这一点也是在日本侵略中国扩大以后 日本觉得担心台湾人新疆祖国 所以就加强推动皇民化 那所以这些所谓的自由的尝试 也都被压制住 那各位可以看到文章的第15页 有个小照片 那照片是台湾民众党的党旗 它是一个像中华民众国旗 但是它左上角却是三颗形 而不是所谓的十二角的太阳光 那这其实就像我们看到说 在甲午战争 台湾被割浪的时候 台湾的士绅永利唐锦松 成立了台湾民主国 这样的台湾民主国 其实也是没有民意基础 他既不民主也不共和 他的国号叫永清 然后他的国旗叫做蓝帝皇 很明显的还是很大的中华旗 他认为说他只要抗拒日本 占领台湾之后 他还是要回到中国的大家庭 那我要说明就是 像蒋惠姐他们的运动 其实也是对中国的民主发展 很寄望很深 所以在我十五页的最上面 提到说 台湾民众党党党 和三民主义 有很多熟悉的地方 除了武权宪法 它倒是不接受 它是用西方的三队有分力 其他所主张的一些内容 几乎都很像 在我的十四页这边有提到 我就不多说 那我们现在反思西汉革命 对于台湾民主的意义 我个人认为 当初我在收集的资料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很弱的连结 可是在我仔细看完到蒋惠水的时候 我发现到说 其实蒋惠水保留了很多的 西中山革命的理念 那么这可以说 在台湾后来因为 1945年中华民国来接收 然后1949年大陆局势逆转 等于说中华民国政府 在台湾要使用三民主义 那在这过程里面 就把原来的一些民主年 被换起来了 可是很遗憾的是 台湾早期是白色恐怖之纪的时期 所以党外人士批挺国民党 民主无量 独裁无党 那么国民党在地方自治是开放地级改选 可是在中央方面 为了要号召全中国的法统 所以庄民代表三十几年没改选 甚至有一种很不民主的地骨制度 而这些东西都随着后来 人民受教育之后 人民退出 对国家退出国籍社会孤立后 的一些要求改革的声音 慢慢的放宽了 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就是台湾 因为地方政府有政党轮替 没有出大乱子 所以等到2000年的时候 中央政府政党人替 台湾人民可以接受 那甚至说 在2008周 台湾又第二次政党人替 所以在华人社会里面 我对台湾的民主 我从来不会自豪 但我会珍惜它 台湾的民主其实有很多缺失 所以大陆的媒体 对台湾的民主报道 未见公允 可能只是哪 不甘甜 所以让人才觉得说 如果中国的民主 就会像台湾洋乱 但台湾有一种特色叫乱中有序 所以基本上 我们如果做个有品质的民主 所以基本上 就是要不断提升人民的鉴赏力 那么 在这边我特别要强调的是 我的结论 我认为 20世纪苏年的民主遗憾 也就是100年前 西方也好 中国也好 对民主的认知其实也蛮粗糟的 对人权的平等的概念 也未必落实 我不相信有个普世价值 我也不相信有单一的标准 但我必须强调 权力要自我节制 然后 对于民主价值 需要长时间的反省和改良 虽然现在革命 没有带给中国 稳定的民主共和 可是任何企图垄断 政治权力的加天下 已经无法名正言顺地去下去 我们看到袁世凯 他的父王 我们看到虎仪的称帝 所以可以发现到 在那时候 中华民国其实已经经历了第二共和 第三共和 甚至南方的广州军政府 然后北方统议 所以有人在台湾宣称说 台湾要第二共和 这是对中国历史的遗忘 因为民国已经被篡过好几次了 但是 就像法国第五共和一样 他一直累积下来 就是对民主的追求 那我个人认为说 作为争取一个独立的个体 即文化上保持作为一个 滑下民主正当性 那许多自视百则不恼的 向当权者抗争 这种作为 对于台湾民众在政权转移 及政治戒严的环境中 都没有消失 所以当时机成熟的时候 他势必会形成一种民主 那么我也对中国民主抱着这样的希望 因为我觉得说 台湾可以作为大陆借鉴 那么像自己中国的社会去学习 我们没有那个道德上的那种焦虑感 像外国学习 因为我们被外国打 然后被外国欺负 然后去学习外国之后 有种心理学的躯臂冲突 但是就怕 大陆对台湾的民主觉得说 有意去扭曲或有意去轻视 那就没有办法真正虚心的学习 那台湾跟大陆交流也是一样 如果在指导的角度 那高度 我觉得大陆人有法接受 所以刚才有人问说 大陆人跟台湾人有什么差别 我来回答一点 因为我教中国人国民性 曾经在我的课堂上有决定就是说 台湾人跟中国人是两个不同民族 我就问他说 那台湾跟中国有什么差别 台湾是海洋民族 大陆是中国是大陆民族 那么我就问他 海洋民族是什么特征 他说海洋民族 恶爱自由 冒险和平 讲了很多光明的行动词 然后我就问他说 请问你多久没去海边了 他告诉我他从来没去过 我就很佩服他 从来没接触过海 然后有海洋民族的特征 我要强调今天 其实我们都是大陆民族 我们都有的思维 都被自己的宽放在局限 就是说刚才有人说 刻板影响的问题 那么中国沿海的那些居民是有海洋性格 可是过去从明朝或清朝有过 不准片盘下海 然后海禁 把我们的思想给禁制住 其实四海一乡 我们用求铜的角度来看万物一体也 但是从求意的角度来看 干干楚越也 所以台湾 香港 澳门 大陆各地 我个人觉得我们都是兄弟 那我愿意求 中国是求大同 我说什么叫大同 就是大家都不相同 简称大同 但是大数总得相同 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努力 我的报告到此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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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次有一个 这个报告 比较方便一点 我叫做 各位学者 各位朋友 我不是历史学家 我是记者 可是我考 我思考这个问题呢 思考了将近25年 为什么呢 因为是在我一次采访的过程之中 逼我来思考这个问题 我先把这个背景讲一下 大家都会 可能就会 更好了解我 为什么 我的这种思考 1984 8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中英两个的声明 刚刚发表不久 大陆就开始 朝理基本法 在那个时候 还没发生就是 八六左右吧 那个时候 就已经 在大陆在思考的过程之中 就已经直入一个思想 就是说 香港不能够成为 颠覆中央政府的基地 那个时候 我是香港文汇报 驻北京记者 我那个时候 就跟港澳办的一些领导 我就私下跟他们谈 我说 我说 似乎 北京不应该提这个观点 哦 因为什么呢 我说 香港 历来 就是一个颠覆中央政权的基地 那他 他 港澳办的领导 那个时候是 跟我谈的是副主任 鲁平 他那个时候还是副主任 他很差异 为什么我这样讲 那么我就从 太平天国 就竖起 我说 哪一场重要的革命 不是以香港为基地 我说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中央政权 发掘 来自香港 的威胁 的时候 那就是这个中央政权 已经 复化变质 走到人民 对立面 的时候 他才会害怕香港 成为一个颠覆基地 那么 我说 如果中央 现在在基本法 的朝理过程之中 要直入这个概念的话 那就说明 中央政府 已经 走到人民的反面 才会害怕 香港 成为颠覆基地 那当时候 我记得 鲁平同志 他 摸不着身 显然他是不同意 我的看法 但是 因为我已经举了很多 历史的势力 包括共产党自己 所以他也一时 也没有 这么反驳我 好了 到了六四以后 果然 六四以后 1990年 李鹏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里面 就提出 不许香港作为颠覆中央政权的基地 写到李鹏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去 当然这是草案 这个报告是草案 他提出这个观点以后呢 受到港区文大代表 以激烈的反对 说不应该这样写 后来在这种压力之下 在香港港区代表的压力之下呢 在正式的稿件通过之前呢 他才把这句话 摸掉 所以呢 我就从1986年左右 开始跟港澳办的同志 港澳办的领导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那个时候就开始 思考 这百多年来 香港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好 那我尽快 来读一遍 那么 中国晚清70年 唐德顿先生这个概括 晚清70年 就是中国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局面 这个局面呢 是全新的 不是过去改朝旁败那种 用西方的说法是一个 Parentanship 直接影响到整个民族的存在问题 那么这里面 我提出两个清博官员的说法 就李鸿章 他说这个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雪布城也说 这是开批以来的变局 那说明 广清70年中国面临的 不是一般过去所熟悉的 改朝旁败 而是 而是一个 严峻的 Paradigm Shift 那么在这个应对过程之中呢 你看中国 中华民族的应对 从鸭天间增 失败 导致阳务运动 阳务运动 失败了 导致百日违心 导致百日违心 导致百日违心失败 导致后来的郡主地县 郡主地县也失败了 终于导致辛亥革命 中国华民族 有走过这么一个轨迹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我们的观念也有一个非约 从被动到主动 被动西学东建 是被动了 是西方传教士主动在 在推广这个 这个学问 那后来呢 开展洋务运动 这是主动了 派遣幼童留学 这是主动了 所以我们的认知 从一个被动到主动的过程 我们的认知也从一个摸到本的问题 一开始也是以为这个 健全地炮就可以先进了吗 后来才知道呢 意识形态上的东西 有时候是更重要 而且从一个用到一个体的问题 转变 过去强调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但是后来慢慢认识到 西学不光是用 西学里面有些东西还是可以成为我们的体 反正我们在摸收的过程之中 我们的认知上有种种飞跃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中国的每一个进步的脚印 都可以看到香港的影子 我这里里面有个表 鸦片战争搏乱香港 香港从此奔向这个历史舞台 五一年的太平清国运动 香港当时候就成为 红人刚太平清国一个总理 一个施政的一个参照庭 西学东建 很多西方传教士 以香港为出发点 往中国大欧进去 这是西学东建 香港角色不可代替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 在西学东建的过程中 香港更重要的 就是香港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就是西学东建的结果 因为它比口岸知识分子 比作用要更大 因为它是整个社会 跟原来的很多人不一样 所以香港本身就是西学东建的一个成果 洋味运动 香港为中国输送了大量的现代产业人才 比如说很多买版 都从香港出发 百日维新 我们看到改革派 革命派在香港 宣传了极烈的辩论 君主立宪也是 那么西海革命 更不用说了 西海革命前的很多次的强势 都在香港进行 这点 李吉祥教授等一下会非常详细讲这点 那么到了中华民国成立 你想想 中华民国成立 熊中山先生的头一届的内阁里面 就有两位 是两个歌员 是香港培养的 所以香港历史作用就最好说明 十个内阁 两个来自香港 武庭芳跟王总会 那么香港为什么他都推动中国的发展呢 第一我觉得这是香港先于内地进入现代社会 那这是从19 1812年以后 这详细的我都不讲了 第二个呢 因为比中国内地更早进入现代社会 所以发展出一套不同于内地的文化 那么这套文化 有五个字典 我这里都有详细列出来 时间关系我不细讲了 再一个我们觉得 我们客观来说 不能够忽视英国的统治的作用 我说英国统治的作用 不是说他好心好意 为你干什么 他就是在寻求英国的利益过程之中 把一套先进的制度 放在香港 就是完了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英国的作用呢 是在中国与大陆之间呢 架起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insulator 叫做 怎么讲 绝缘体 就像让这个大陆的政治 大陆的政权 大陆的政治斗争 不会波及到香港 使到香港能够有一个空间 发展成自己的一些特点 那么这个我详细的我都不讲了 那么所以呢 因为这三个因素呢 香港对内地呢 就能够产生一种示范效应 和辐射作用 刚才谈到 香港成为太平天国政府 施政的一个参照题 在吸血洞见过程之中 香港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传统的志愤者 在维新运动之中 堪有为这个维新派的领受人物 在香港受到很大的这个赤字 那么在辛亥革命之中 先中山也说他的革命思想是 来源是香港的 所以我就总结 香港为什么能推动中国现代化 要是参照作用 要是启蒙作用 要是培养人才作用 因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批 现代人才都是香港培养的 意识形态上 这个办法是香港先放了起来 充分利用这个 香港在中西方这个购义这个关系 买版 这个买版就成为中国第一代 商业公业人才的发源地 通过香港组织了很多这个留学生 特别是在Hitalk现代化媒体 这边非常重要 胡宽民曾经说 港澳是现代报纸的 中国现代报纸的揽香 就说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中国最重要的几份报纸 都是从香港开始办的 集累革命经验 这个都很清楚了 这个我这不相信了 那所以我想现在呢 就是再用几个图 来概括香港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对不起 我赞用大家多一点时间 1842年前比香港跟大陆 你看不出有什么特点 香港中国大陆这个大圈里面的一个小点 不明显不重要 1842年到1997年 有一股很大的力量 把香港从大陆拉出来 这个就是南京条约 这个拉出来以后呢 香港跟大陆呢 就变成两个小 两个圈呢 通在一起 那么拉出去的好处 就是让香港接受 现代文明的洗礼 而同时呢 免受内地文化的 原来政治文化的影响 使得香港有机会发展出一套 突突的文化 1997年以后的香港呢 有一股很大的力量 要求把香港拉回 拉回到原来这个大圈里面 那么这个呢 那么这个呢 我们 反正找不到 什么名车 我就 估清它为一个大陆化 这个大陆化的严重 回归来14年 已经非常明显了 早上已经有人 在提出一个大陆化问题 就因为 香港大学事件 为什么搞得这么 风风雨雨 因为非常典型的 大陆化在各方面的表现 集中在香港大学 百周年这个庆典里面 那么这样子呢 那么这样子 香港面临的挑战 并不是说 哦 今天上海 什么时候赶过你香港 广州什么时候 没赶过你香港 我觉得 这都不是香港的真正的挑战 香港的真正的挑战是什么 过去我们能够推动中国的发展 今后我们能不能 这才是我们的最最大的挑战 假如我们97以后 这个小园给西当回到这个大园里面 大陆化 从此我们上市而推动中国发展 那么这就是我们香港的损失 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损失 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 或者中国哪个城市冒起来 哪个城市发展 比我们快的 哪个城市的硬件 比我们更先进的 我们的挑战 香港面临的挑战 就是说 我们过去一百多年来 都能够不断推动中国大陆的发展 今天我们这种光荣传统 还能不能延续 这就是靠大家努力 时间关系 我到此为止 谢谢 谢谢 谢谢秦先生他的论点 基本上他的论点我想 在座里包括我这个论 基本上都是赞情 他的论点 甚至毛泽东和邓小平 都认同这个论点 这是鲁平 不应该用此活平 变一个基地 应该将香港是中国活平 演变的一个基地 不但是中国是受香港的影响 在明治卫星以后的日本 后来在开发运动的韩国 间接地都是从香港这边来到崩溃 在这边负责预计 日本的钞票上的负责预计 就讲过这个话 日本的领治卫星很多的 以后的做法 都是到香港前来取决 所以邓小平会 改革开放要从 两个特区就是靠近香港的设立 证明邓小平的深深的了解 香港是活平 促进中国 活平进步的一个基地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开放时间 再说的各位 他们三位的 这个 提出的相关问题 来提出意见 和讯问 各位主持人 今天这个事情 我谈谈我自己的卡关 因为这个 以前这个事情 大家都谈了好多 我都赞醒他们的意见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 我意见呢 就是这个 信中山先生 在新世尔海革命以后呢 他推广了一些 推广万千政府 做个功劳 但是对他 当时对他 提出的 天下为公 三民主义 这些东西呢 由于他 他们生命要短 所以他已经不 离开人世 就没有办法进行 但是这个后人呢 也没有办法理解 也没有办法理解 他那个 天下为公 三民主义 是怎么要进行 才对 结果呢 比方讲 那个 讲这些 他考头下 偏偏讲 天下为公 三民主义 但实际呢 他进行了什么东西呢 进行了那个 苏友治 因为苏友治的基督呢 跟天下为公 跟三民主义 是相语会 所以这个 这些人 搞了三十多年 就没有办法 把公民党 政府 那个县位 把它搞起来 没有办法搞起来 结果呢 所以 引发了 那个毛泽东起来 所以这个 我感觉到什么 这么多年呢 这六十多年来 我就这样感觉 这个 这个 我们的养究 政治 历史 社会 都缺少 养究 那个 政治 制度 我感觉到 政治 制度呢 是一个 一个 国家 和头脑 领域 所以 每一个人呢 每一个官员呢 都应该 定属这个 政治 制度 来 来提醒你 我想 海峡 发言的先生们 制作的 提问 有关 三位 上面三位教授 发言的 反对 提问 和表达意见 不是发表自己的一个 另外的一个意见 而且 时间上要把握 海峡 发言的 三分钟 尾信 好 还有哪一位 谢谢 我觉得在新台革命中 日本东京的作用比香港更大 因为很多革命女士都是日本的留学生 从这个角度看 中国现在讲的 会不会是海贵派 比香港更大 比香港更大 谢谢 好 另外还有哪一位 我们最后再请三位 好 刚才 金翔先生非常强调 香港对中国的参交系的影响 也很单身 目前我们对中国已经没有这个影响了 我想请教 现在是一百年了 所以大家对孙中先生的评价都很高 但是我们对孙中先生的评价都很高 所以要是你看看你的历史里面 孙中先生他在做革命的过程里面 要求不是一个革命家做的事 比如说当时的 要求你看那个 孙中先生里面 那个 孙中先生是那个 革命的最大的一个专心者 孙中先生到了他那里 因为他嫁住了以后 就跟他的女儿 就试验到日本去 这个东西 可民家应该做的事 所以我想 应该他对于 现在的孙中先生 他在革命里面 作为一个革命警的评价 为什么没有 没有 几乎 我们在世间也叫做三位 就这样 就有关自己能力 可以打分 首先行 三脚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本来的解释 国与天下是不同的 中国人认为国可以亡 天下不可亡 天下讲的是心理文化 这个讲书比较复杂的 后来有转译演译比较麻烦 孙中山提的意思 我想多数还是从大同的观念 天与世界 整个是一提的 从这个世界潮流的角度去争 当然也有他一个个人的不以个人的利益为追溯 三民主义这个问题 刚才您问到 三民主义到底是属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他讲得非常清楚 孙中山始终讲 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他从来没有讲民生主义是资本主义 但是我后来发现大家 一个是对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 这个理解有问题 你跟孙中山那个时代讲的社会主义不一样 反而跟现在我们讲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比较接近 这个问题就有这个复杂 我要写一个很长的文章去讨论 专门讨论 另外讲这个 简单的一个问题是 就是怎么看北的珠三角 怎么看香港对中国的影响 当然如果是讲历史 这个就很多 刚才讲的很多历史 大家也认得 但是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讲 为什么这些年香港也抱怨 珠三角也抱怨 因为我可以说 我也接触过很多政府方面的人 他们的普遍感觉是 本来在97之后 珠三角很想跟香港发展联系 但是那个时候香港的目标是北京 所以是对珠三角 那个时候不是看得非常的喜严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 如果这个事实是事实的话 可能大家错过了一个 比较好的结果 那现在再回话出来做 那就变成有一个 到底谁说老大的问题 就为了真这个问题 那可能大家都不愿意让 说这可能有相当复杂的一个 现实的一个问题 而不是已经是一个理念上的问题 但至于说香港 到底怎么走才好 我想这不是一两句话 能够说得清楚的一个 复杂的一个社会的问题 至于说孙中山的一些活动 孙山实际上讲 孙山自己说过两句话 他最喜欢两件事 一是革命 二是女人 所以说他一生当中 跟好多位女性有关系 这个我想大家 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 要从他当时的那个角度去看 在那个时候 这种情况是到底怎么看 当然孙中山也有他自己的一个性格 他当然我们现在知道 他跟他有过联系的这个女性 大概好多位了 这个我们都知道 但是在那个时代 大家可以看 有哪一位没有 这大概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如果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那可能那个时代 这样的这个共同性 因为那个时候 我知道 包括一个共产党的这个领导人 他们实际上很多时候 从这个反对什么封建 包括鲁迅的事件 从这些角度 他也会去拒绝婚姻 而且同时接纳很多女性 所以这个有更加复杂的作用 我对于香港 它存在的特色 我也很好奇 那至少有两点 我觉得台湾可以向香港学习的 譬如说 廉政 这个部分 台湾现在也有廉政 但是在华人社会里面 香港跟新加坡的 那个政治透明度是比较好的 那再来就是对陌生人的信任 当然一许 一个城市可能 对陌生人会比较冷漠 但是我举个例来说 像我前面坐公车的时候 我把我的大电行李放在下层 不是我的人要到上层去 那这样的事情 如果是在中国内地的话 可能我会眼睛一直盯着我的行李 很怕被哪个人给凉走了 那在台湾我也会稍微要盯着 为什么我在香港可以隔了一层都不必担心 我想这就代表香港的一个社会的文明素质 那我在前一阵子才去厦门 然后到福州 我在厦门坐公车的时候 我提了行李 工作上很紧 那挤了几个位置后 挤了几个站我才有位置 我才刚坐下去 就发现到有个老先生上车了 我正想起来浪位 没想到别人比我先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对厦门的人 我觉得有种莫名的好感 可是当我坐了厦门的动车 扶下动车两小时 要到福州去 那个扶下动车的设备 跟台湾的高铁差不多 跑的一百小时 两百公里也蛮快的 可是呢 我一路很不安静 因为搭在那边接手 其实声音非常大 然后甚至有人上来后呢 我现在一拖话 就晾在那边 脚就起来了 我就觉得这很不文明 然后甚至有些客人上上下来后 到卫生间去洗手 我发现有人打开卫生间门 就把门关起来 就不进去了 我现在在两小时内 就已经把卫生间给搞完了 像这个其实就代表说 香港如果要强调 适合购物天堂 那么内地去找个地方免税就可以了 所以香港就被取代了 那香港如果要高楼大厦 让内地盖房子更快 所以香港不是要取代那个东西 香港应该刚刚我讲的 对人的尊重 还有守法 或是政治问责 那香港基本上想要学 言论自由跟参政 但是在港英的时候 其实言论自由也是有限制的 那参政也从来没训练过 所以在台湾来讲 我觉得这都是要互相学习 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 我们中国人各地都会有地狱性格 那么大家也有地缘合作的问题 如果是从正面来讲 那地缘就可以合作 但是地狱意思来讲 就刚刚说的谁当头 那大家都不想当尾 所以李乔写中国 写台湾人的性格 其实叫做台湾的丑陋面 叫做鸡漆王 大家都临为鸡手不为牛后 但是广东人喜欢强调感为天下先 虽然感为天下先 我要举个例子 孙中山在建国当中提到 建制场在民生其实是民权 最后是民族 那我在广州做过两次的发表 我就提到说 广州的经济发展 在中国大陆是前卫的 但是如果他们要纪念孙中山 为什么我们在虽中山的故居 总参室 先来落实一下民权初步呢 或是不民权 全人区分跟直接民权呢 那当我提到概念的时候 与会的朋友们 都只有私下跟我表达意见 但是在公开场上 他们都不回忆 那他们自己觉得说 我们现在要谈文化景色 谈经济发展 民权暂时还一还 但是暂时还不表示你不会面对 台湾国民党执政了五几年 最后还是要面对 所以我记得是说 两岸四地有很多可以互相学习的 那民生局我要特别强调 在土地问题跟资本问题 其实两岸都没好好做 两岸都面对土地在炒楼 孙中山在民国出现讲 就是炒地比上海广州炒很久 那现在大家不要讲全中国一片炒 那台湾也是一样 那么讲到企业资金的话 那国系跟民企的垄断 空台物价 昨天还在看到大蒜 蒜泥狠 看到唐叫唐高中 对不对 那各位发现到 如果老百姓 他的养生送食都有遗憾的情况 那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在哪里 所以我们要问共和是问这个 共和国很好 这名字很好听 但是如果人民在养生送食 都受到威胁的时候 人民就会用脚投票 那至于孙中山 他的个性 我必须承认 大陆有部电视剧叫走向共和 里面那个孙中山 我看了还蛮感动的 我觉得还蛮浪漫的 刚才您提到的爱女人爱读书 我做不到 但是我必须说 孙中山会让我觉得有一种 想要跟他一起去做点事情的感觉 我觉得那里还演得蛮好 就是说不要把一个人神化 他有他的某些人格弱点 我们过去就太喜欢造神 所以我特别强调 一个人有光的 有光在造到他的时候 他后面影子也蛮巨大的 好 谢谢 关于香港 香港在新海革命中 香港的作用大 还是日本恒滨的地方的作用大 我觉得这个都不太需要去争辩了 因为这个历史的事实就摆在这 因为整个我们下一场有这个李金强教授 他就非常具体的会回答这个问题 当时香港的作用呢 我觉得并不是日本恒滨这些地方能够相及的 比不上的肯定 那么正在这位朋友也提到 将来的海规会不会比香港能够扮演更多的角色呢 那么我觉得 这个当然我现在也不能够明确的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从八十年代 中国大陆开始 有这个关费留学这个东西开始呢 曾经有很多人寄希望于这些派到外国去留学的中国留学生 因为他们从台湾的经验看到 派到刘美啊刘欧啊这些学生回到台湾以后呢 DTREK在促进台湾民主化方面呢 起了一定的作用 所以他们把台湾的经验呢 直接直射到大陆 希望大陆的海规也能够扮演这个角色 促进中国大陆的民主化 但是呢 现在二十多年下来呢 似乎这个并没有成为事实 反而呢我们看到海规呢 是更多的跟这个权力结合在一起 成为权力的一部分 并没有实现像台湾的留学生这样 在台湾所引起的作用 有很多海规不愿意到大陆去选择留在香港 即使他们觉得香港更能够发挥他们作用 也许借着在香港的这些海规呢 将来会不会起作用我不知道 但是总体来讲 从八十年代开始 这二十几年代的中国的海规呢 好像并没有太多的促进中国的民主化的作用 那么我觉得到今天为止 香港还有它不可代替的功能是在哪呢 香港到今天为止 还是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里面唯一一个自由的地方 唯一 就是说你在这里能够 对不起我现在没有滑台湾 对不起 这个是政治不正确啊 除了台湾以外 香港是这个大陆 榜头上面唯一一个最自由的地方 我觉得借点呢 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里面 假如我们香港人很珍惜借点 凭着借点 继续发挥过去我们一百多年来的作用 那么香港这个作用 还是很能够 这个还是很有机会去继续发挥作用的 回答就是这样 我们的时间正好就到了 下面是吃饭的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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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呢 有请大家来叫一个团体叫 有着几年 我们是非常期望 每一位到场的朋友都来叫个上 大家行动快一点 吃饭的时间多一点 不要客气 都出来就是了 不要客气 我们也没有什么能吃排队 什么的 就是大家来了就好好的 叫个上 有着几年 千万不要客气 出来就是了 不客气 有 要求你 在家里 在家里 我们怎么排四 你去哪里 你看 这些点 在家里 这些个人